接着就继续讲回第三条 如果P和Q都是一个上数 而令到这条identity等式 是满足的 究竟P是什么 通常我们将左方 右方就乘开一次 这个数 一起乘进去 X二次就照抄 那右方我们一样 将QX乘进去 因为这是identity恒等式 所以左右有X二次的 是会一样的 没有写东西前面就是1 换言之 我们得到第一条式 就是P加1 就等于Q 而第二条式 就是-P就等于-2Q加4 那两条式 做个双加 这两个就弱了 这个就写回 左边就只剩1 那这两道就剩-Q加4 好 那你一推就继续做到 Q就等于4-1 Q就等于3 那题目是问你P是什么 就不是问你Q 所以 记得要做多一步 就是把Q等于3 呢 代回到这个位置 那所以呢 P加1就对3 P就对2 那所以答案呢 就是个B 那没有问题 没有 好 第四条 就是呢 如果有个二次方程 Quadratic Equation 有 Eco Roots 又等近 那问你A是什么 最难呢 最难呢 就是这个1呢 你要调回右手边先 那这里呢 就位置一组 是我们的C位来的 那Delta等于0 Delta呢 就是B2次-4ac 所以呢 这个是B位 这个是A位 他特意呢 他特意呢 将A、B、C呢 调乱了 等你不懂的 那四乘一是4啦 所以呢 就会得到这样的色 因色分解 你就可以做到呢 A-2 A-2 也要0 A-2 所以答案呢 就是B 来的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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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